男演员对待刘亦菲的差距有多大 陈晓宇刘亦菲出席活动 刘亦菲全程笑容 热情地与观众打招呼 而陈晓则表情严肃 心不在焉 有时还会神游 左看右看 就是不看刘亦菲 场面着实有些尴尬 古天乐和刘亦菲一起参加访谈节目 古天乐全程歪着身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刘亦菲 偶尔出于礼貌 看主持人一眼 很快又转回眼神 当杨阳遇见刘亦菲 直接化身宠菲狂魔 主持人让杨阳教刘亦菲自拍 找片出来后 主持人表示 这是刘亦菲最好的一张自拍 之前的太丑了 而杨阳立马反驳道 你自拍为什么都这么丑啊 不丑啊 不丑啊 直接觉得就是自拍 没有展现出他1%的气质 杨阳一起出席活动时 杨阳的眼神满是宠溺 甜蜜对视 简直不要太甜 节目组安排李一峰 与刘亦菲一起调威亚 虽然李一峰恐高 但还是全程照顾刘亦菲 十分贴心 当刘亦菲帮李一峰戴围巾时 李一峰一脸害羞 男君女美 两人的颜值也太般配了 朱尔文在上学时期有洁癖 他的床就像个雷区 谁都不能坐 但只有刘亦菲除外 和宋承线出席活动时 两人手挽手出场 甚至还在台上大秀恩爱 看着十分甜蜜 只不过在还原 泰坦尼克号经历片段时 宋承线手刚搭到刘亦菲腰上 刘亦菲就是一脸的惊吓 完全不是男女朋友的正常反应 刘亦菲本来就是个男孩子 他完全就是做病性手术 我的一个朋友 在美国那家医院工作 也就是刘亦菲 菲菲菲 所做病性手术的那家医院 2006年 自称是知名作家的宋祖德 写了一篇名为 刘亦菲是超级XXX的文章 并在节目上言之早早的表示 刘亦菲是个男人 在美国做过两次变形手术 刘亦菲在采访中说话声音做作 就是因为她的声带做了手术 那时刘亦菲才刚凭借 《仙剑奇侠传》爆火 成了家喻户晓的神仙姐姐 因此宋祖德此话一出 瞬间引爆娱乐圈 众多媒体跟风报道 看着自己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 宋祖德又开始大放厥词 表示自己的朋友 就在刘亦菲动手术的医院工作 所以自己才敢这么说 这正是我绝对不敢炸炸的来写这篇文章 起初刘亦菲认为 对方是在蹭热度 并没有去理会 可谁知事情不断发酵 各大媒体平台都开始传播这则荒诞的谣言 当时的网络并不发达 所以很多网民看到宋祖德的采访都心以为瞻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刘亦菲只能登上《今日说法》为自己澄清 《今日说法》记者找到了谣言的源头 也就是最早刊登这篇新闻的报纸 而报纸的负责人则表示 这篇文章来自论坛 而且文章原本也是为了澄清事实 却没想到被其他媒体断章取义 最终《今日说法》帮刘亦菲澄 舆论财慢慢平息 可刘亦菲的反击对宋祖德来说无关痛痒 之后的他没有丝毫顾忌 依旧在公众面前对娱乐圈明星各种造谣 然而没过多久 宋祖德就碰上了硬茶 他在为自己投资的电影做宣传时 遭到了几名陌生男子的殴打 可不仅没有人同情 还被不少网友叫好 刘亦菲20万才离 我相信没有几个男的不愿意 估计刘亦菲本人看了这句话 都遮向说 给你20万离我远一点 那么刘亦菲为什么一直无人赶去 背后原因就是因为 她的身价过于庞大 刘亦菲在北京有一套 占地16700平的豪宅 比两个足球场加起来还要大 以至于一张照片都无法拍完全貌 豪宅有三层 四周都有保安24小时守护 后院专门用来养她收留的50只猫 而刘亦菲本人所拥有的豪车 有几十辆 出镜率较高的就是那辆红色法拉里 市场价格达到了440万左右 但价值最大的还是600万的兵力牧上 刘亦菲的母亲在接送刘亦菲 或者是买菜时 都会开那辆保时捷卡宴 可以说刘亦菲每天出行时 随便选什么车都不会掉价 2020年刘亦菲出席活动 简单的造型却一不小心炫了个副 头上是1000万的皇冠 手上戴着600万的戒指 这身装备完全碾压在场的杨幂 杨颖 佟丽娅等一众女星 在时尚界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同时登上四大杂志 你去拿下蓝血 红血代言 你就站在了时尚金字塔的最顶端 刘亦菲不仅成功解锁四大杂志 还是85后第一个蓝血代言人 已经拿下了红血代言 一次奢侈品的代言费就高达数千万 而神仙姐姐出手更是好 孟华录杀亲后 刘亦菲还为剧组人员送了不少LV礼物 这身价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所以能娶到刘亦菲的人 一定不会是个简单的人物